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地震事务所举办成美份师生连展 各项油画 粉彩画创作 大大提升洽工环境的艺术气息 今天童话新互相单元来自越南的暖玉成妈妈 带来了四个木偶的故事 乌来铜锣大师吴宗林 为了让铜锣记忆可以传承 并且发扬光大 开发了一套音阶罗 让罗不只有单一升阶 更可以演奏出动人的旋律 最近他更邀请作曲家 谱了一首新曲《古运飘香》 发表会当天与国乐团共同演出 现场罗声鱼音缭绕 柔和优美的乐音震撼人心 低权的崩罗声回荡山谷间 和乌来吊桥上的太鼓声相互回应 乌来铜锣大师吴宗林 举办新曲发表会 特别将每天下午 与富兰朵度假酒店的空谷绕演出 以师福德公钱 为新曲发表会揭开序幕 这次新曲发表我想说 我们就把这个生活一次 这个表演把它放大 干脆就把鼓放在这个吊桥上面打 我们把这个场域都拉大了 顺便可以帮助我们的乡里 告诉我们的社会大众说 乌来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你们可以来玩了 吴宗林制作铜锣超过30年时间 毕生最大心愿 就是要延续传承这项 即将失传的传统工艺 并且还要发扬光大 他不仅制作铜锣 更自创了台湾唯一 具有国际标准音的音切锣 让原本只能敲作出单一声接的铜锣声 乐声乐器行列 一直以来锣都是用在阵头上面 它在音乐上面是没有办法占一席之地 那么最早的就是只有阵头在比大声 如果放在乐团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配角 如果是放在交响乐 它等于是一种装饰而已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它打造成国际标准音 为让社会大众听见铜锣 悠扬动人的乐声 吴宗林特别邀请了当代青年作曲家赵书宇 为音阶罗普罗伊首仙曲《果韵飘香》 并在富兰朵度假酒店 与国乐团共同演出发表 这首乐曲是由七声雅乐音阶构成 旋律融合优美 相当抚慰人心 它其实是结合了边中跟这个 现代中国打集院云罗的一个特点 它具备有音阶的效果 它又有铜锣语音缭绕的 语音缭绕的这个特点 所以它其实在创作上面 它的特性是非常足够的 但是其实在创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其实不太能够演奏 就是太过于快速的音曲 随着庙会镇头文化没落 铜锣也面临失传危机 但吴宗林始终坚持传承信念 并且赋予了铜锣新生命 希望借由自解双手 让大家看见铜锣的不平凡 记者声评 张门琪乌来采访报道 巴黎一家休闲农场 在自家的景观餐厅下方 规划整理了一大片的绿草地 而趁着春天来临之际 推出了野餐活动 在这片绿草地上 除了设有拍照区 还有小朋友最爱的溜滑梯 跳跳马 沙坑等设施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玩得尽兴 另外呢 业者还提供野餐优惠套组 所以即使是两手空空的来 也能够尽情的享受野餐的feel 看到了一大片的绿草地 做什么好呢 当然一定要来野餐一下 位于巴黎山上的一家休闲农场 在自家景观餐厅的下方 规划出一大片的绿草地 并且在春天来临之际 推出了野餐活动 现在是春天的季节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想说呢 利用我们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很漂亮 然后又有这个草皮 那我们周边也有很多溜滑梯啊 沙坑啊这些设备 那很适合呢 除了烤肉之外 我觉得很适合来这边野餐 那我们希望说 呃游客来这边呢 就是来玩之后能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然后野餐的时候呢 就是也可以跟朋友聚一聚啊 大家分享一下彼此 那个最近的心情这样子 在这片绿草地上还设有拍照区 可爱的兔娃娃搭配着绝美风景 怎么拍都好看 甚至有仿佛置身国外的feel 另外一旁还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 像是溜滑梯 跳跳马 沙坑等等 贴心的兼顾了大人与小孩的需求 而现在业者推出了野餐优惠套组 包括野餐店 饮料 面包餐盒等等 让顾客来到这里 临时起义 想要野餐 也不用愁 没有带东西 平时没有收门票 不然假日的话 我们会收门票 大人100 小朋友50 那大人是可以抵消费 那小朋友没有 那如果说你平时来野餐的话 你就不用这个门票的费用 就一个人呢 就是收200块 或者是说呢 我们有推比较便宜的野餐套组 就是三个人700 那700块里面呢 有附胜一个野餐店 然后还有那个矿泉水啊 还有那个面包餐盒啊 饼干啊 这些东西就比较划算 空气又比较新鲜 然后你从那边 你还可以眺望远方的美景 对 是一个很适合来这边沉淀心情的地方 然后又可以兼娱乐 对啊 很开心 休闲农场经理颜子林表示 近期内会在3月9号 以及3月18号 先试办两场的野餐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相约到巴黎 敞扬在绿草地上 和春天来场野餐约会 记者杨邦友 周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城乡局举办购宅青年青年社会住宅全国空间设计竞赛 增建的时间从即日起到3月29号为止 总奖金有32万元 而入选的作品未来也将有机会具体成为社会住宅的规划设计 希望借由青年朋友的活力与创意打造一个真正宜居的住宅空间 为了结合推动社会住宅及青年参与的政策理念 新北市城乡局举办购宅青年青年社会住宅全国空间设计竞赛 增建的时间从即日起到3月29号为止 希望借由青年的活力与创意打造宜居的住宅空间 希望透过设计竞赛的方式 结合各大专院校来提案 了解青年他们对他们居住空间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从即日起到3月29日截止 让各大专院校能提案 透过网络的申请 那我们会作为一个评选跟公告的结果 那最后会办理一个真实的展览 这次的竞赛活动总奖金有32万元 共分为五大主题 包括共享、再生、可变、智慧与通用 参赛队伍需针对酒瓶大小的社会住宅空间 提出规划实际构想 采网络线线上报名 以10人为上线组队提案参赛 以网络的报名为主 那各大专院校或是青年朋友 有兴趣的可以组队 以10人为上线 组队来报名参加 那参加的青年朋友 他们必须要提一个 A0的版本的一个设计的构想跟图面 以电子档的方式 传送到我们的报名的网站上面 另外这次的竞赛 特别着重动手实作 因此分为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提案审查 由产官学界评选出五组优秀作品 再进入第二阶段的限定实作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会 做书面的审查 那审查完之后 做正式公开的评选之后 会选出五组 五组那个最优秀的作品 那我们会在我们一个 永和的一个账户中心的一个建筑物 做一个公开 一比一的实作 也就是说这五个产品 作品都能够在一比一的方式 能呈现在各位市民朋友的前面 新北市城乡局表示 参赛的实作作品 预计五月公开展览 分享竞赛成果 并且邀请市民朋友 一同加入投票评选 希望借由竞赛活动 让青年朋友的需求及想法 可以转化成具体可行的 理想居住空间 记者杨邦永 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即日起到3月30号为止 展出一起精彩 成美份师生连展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 油画 碳笔画 还有粉彩画作品 希望借此营造地震优质的 恰工环境 同时也让艺术 更亲近民众的生活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即日起至3月30号为止 展出一起精彩 成美份老师师生连展 新店地震事务所秘书曾国泰表示 成美份老师早期留学法国 曾在监察院 社区大学等机关任教 目前则在救国团担任油画级素描指导老师 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这次特别受邀与学生在地震展出 这次展出的主题就是意气精彩 那是由我们陈美份老师师生联合展出的 到我们这边来恰工的民众 都会反应也很恶劣 他们都会到事务所来恰工 还有心灵响宴 特别大高兴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成美份老师与学生的油画 太平画还有粉彩画作品 成美份老师的作品主题着重在人物方面 包括了具象与教抽象的速写 希望透过创作传达真善美理念 我原先是比较画的比较接近 比较内心系的东西 比较接近于意象的或比较抽象 后来因为绝大部分的学生 他们比较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我后来就是慢慢的又转回 比较具象一点的 就是花卉啊人物啊这样子 而由学生常雅萍所创作的这幅王宇厚 描绘工事与母师心理感情 不久前更被民众购买收藏 这位学生应该是很兴奋 因为他就还想说 他生平第一件作品 然后有人喜欢的话 那时候我就劝他说 你就有人喜欢 有人珍藏 是一种分享其实是非常好 新店地震表示 行动一拉每一季 不仅提供了各界艺文朋友 展出空间 更希望借此营造优质的 插工环境 让艺术更亲近民众生活 记者是并詹文奇 新店采访报导 今天的校园新新新闻 要播出的是获得最佳学习奖的作品 洗手班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由新店国小小朋友所制作的得奖影片 校园新新新新闻 这里是新店国小洗手班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吧 我喜欢台西手班 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你的程序有没有进去 有 数学的第四单元 整数的出发 以前算的时候都会算出 自从来到了洗手班 就没有再算出这么多 让我们来听听看老师的想法吧 洗手班是以补救教学为主 就是有些孩子 小朋友 他们在课程上 比较有落后的时候 他可以借由这个洗手班 来做一些课程上的补救 尤其数学 很多高年级的孩子 他对数学不兴趣的时候 他几乎都放弃了 那我觉得在这个班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小班的教学 然后把 希望孩子不要 放弃数学 学习你有兴趣的单元 然后把它救起来 不要放弃 洗手班是帮助学生功课进步的地方 希望有困难的同学能参加 记者李亚涵 王慧云 苏菲菲报导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 童话新故乡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本公司经NCC核准 已开始陆续关闭类笔讯号 请稍微安装数位及上盒的收拾户 尽快来电预约升装 预约专线2917 3939 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 快下载Super MOD随选随看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 让我们把爱传递出去 哪怕只是一点一滴 当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就能够发挥强大的正能量 请支持彰化家福竹梦竹馆计划 给孩子们一个完善的学习空间 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们建筑醒未来的梦想 谢谢大家 大兴电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 数位生活好方便 来自越南的暖玉琛妈妈 因为想要学中文 就跟着儿子一起到学校上课 后来学校举办说故事活动 玉琛妈妈就自告奋勇的加入 今天她带来的童话故事四个末 玉琛妈妈说故事的功力如何呢 赶快来听听看 我是阮毅琛 我来自越南 我来台湾有16年了 我儿子他到学校读书的时候 我就想认识国资 所以我跟着他到班级里面上课 到二年级的时候 学校有办那个讲故事活动 我就去参加 小朋友早安啊 请问你们今天知道来这里 听什么样的故事知道吗 啊 给我偷看 来这里讲故事 我昨天都会跟我女儿 先说给她听 然后我就跟她说 妈妈哪里说的不对 哪一个注音说的不好 你可以帮我找真相 上个礼拜我来这里 他们还在黑板写的一条 说老师你这个说不对 那个说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可以教小朋友 也可以从小朋友那里学到很多 我觉得还不错 她里面的主角 待会要记住哦 我会问哦 主角是什么名字 昂 昂 很好记住哦 第二个 马拉 马拉 里面的有四个木偶 木偶的名字 第一个是 坏 她的 她有什么 她有四个 要记得哦 坏 坏 给人名记 很好 这个故事是缅甸的故事 在缅甸的少年他们长大的时候都一定要离开家 所以呢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 昂 昂长大了所以她要离开家对不对 她爸爸掉了四个木偶给她 那她就走了 她就开始离开家了 走了走 走到山坡 她看到一列红车 她觉得这个是很大 应该很有钱 很多那个金银财宝 所以呢 她就想得到这些金银情宝 她就问第二个木偶 叫什么名字 雅 有什么不一样呢 厉大无穷 厉大无穷 她跟她说 只要我没有的力气 要什么都可以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不请 因为等你们有那么大的力气 你们要拿来做什么 然后你 她做过小的 哦帮助过别人对不对 还有呢 帮别人拿很重的东西 哦帮别人拿很重的东西 可是呢你们听听看故事里面哦 她有力量很大的时候 她做什么 她就脚用力一踹 然后雷射就翻了 金银财宝都掉出来了 她就全部拿走 就很开心的时候 这全部都是我的了 可是呢 当她很开心 抱金银财宝的时候 她听到有一个人在哭 是谁在哭呢 公主 她听到马拉在哭嘛 她过去安慰了她 然后就说 没关系你跟我回家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可是呢 他是把他的全部都拿走了 他会开心吗 不会 他不开心 所以这个马拉就不跟他说话了 从此不跟他说话了 有一天呢 马拉的爸爸就找到了马拉了 他跟他爸爸偷偷的离开了 回家了 所以呢 他离开的时候 就是这么多钱 他的房子是很漂亮的 可是他不开心 最后他就问了第四个木 开吗 有什么 给人平静 给人平静的开吗 告诉他 我呢 没有钱 也没有像你有那么大的房子 可是呢 我就很开心 很快乐 很自由 对不对 最后 他就想痛了 他就说好吧 他把所有的东西放下了 自己一个人去流浪了 他就是走了走了 有一天 坐在路旁边 等人家给他东西吃的时候 他就看到 有一双很漂亮的手 他抬头一看 是谁 马拉 然后马拉来了 然后呢 就给他的东西 然后就把他带回家了 这个时候 他就请求马拉的爸爸 还有马拉的延让他 然后他们就延让他了 是你们 是你们 你们会延让他吗 不会 他一定病好了耶 可以延让吗 会 会嘛 人家就是一定改过来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马拉就延让他了 然后就回他的城堡 他回到城堡的时候 四个木耳就站在门口等着他 然后就说 你呢 一定改过了 真正的长大了 就说那你跟马拉可以过得 幸福日子了 因为我想说 要让小朋友他们也进到 故事里面的 就是扮演一些角色的 让他去了解 这故事里面有一些是好的不好的 他们可以从那里学习 什么做一个比较 真正的 故事里面 马拉伸出援手帮助的那一刻 我印象最深刻 因为做人应该要伸出援手帮助别人 好 妈妈早安 你帮老师说 妈妈早安怎么说 新早梅 新早梅 那我今天叫你们说故事 那你们要跟我说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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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话怎么说 他们 他们 我觉得学越南话很好玩 因为有些发音就是 跟台湾就是有些讲话的音很像 还蛮好玩的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要知道越南的美食都蛮吃的 越南美食很多耶 春捲 春捲对 要摘蛋 要摘蛋 你们敢吃亚甲蛋吗 妈妈 为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有亚甲蛋 我蛮喜欢像这样的课 因为像这种课就是可以跟故事妈妈一起互动 谢谢故事妈妈 谢谢故事妈妈 大新年有线电视 本月份起将针对新电全区逐区进行全数位化讯号转换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机上盒之电视将无法收拾数位有线电视 请尚未安装机上盒的民众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专线66283399 HD99高画质套餐给你超多国内外精彩HD频道 数位录影机让你看甲台录以台 现身办超优价每个月168元 年月年角直接送20寸行李箱 山装专线29173939 新电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即日起至3月30日展出一起精彩 陈美奋老师师生连战 诚挚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场艺术创作盛宴 新电聚光所3月25日4月4日分别于40份纳谷塔 五城花园公墓举办十方法界群邻座超见法会 法会当天备有免费专车接送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新电文史馆即日起至4月16日为止 举办由新北市文史学会策划的梦想幸福 廖飞雄猴雕艺术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新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